41岁的张岳玲和丈夫陈锦诚 即将迎来爱的结晶 我是38岁的时候才结婚 目前是怀孕三个月 就是通过人工受孕 当我知道怀孕的时候 我也是很喜悦的心情 就是觉得生命当中有期待 因为也是尝试了两年多 然后终于成功了 岳玲在医院工作 今年一月底做人工受孕时 本地刚出现冠状病毒确诊病例 让她一度感到担心 害怕之前的努力白费 因为医院也是规定 如果在接受人工受孕的妇女 被感染的话 人工受孕就必须停止 就不能够继续 所以我也是很担忧 因为打了这么多症 那个荷尔蒙的症 如果我得了这个新冠病毒的话 我就不能够继续 就整个过程就浪费了 所以之前是比较担忧 医院方面他们是做出这个防患措施 所以我本身没有这么担心 我比较担心是因为这个过程 好像要注射 每天要注射这个药物 使这个胎儿可以成长 所以也是 她要受这个疲漏之痛 医生说 一般女性如果感染了冠状病毒 康复后不能立刻接受人工受孕 如果母亲刚刚新冠病毒康复了过后 这个时候身体会比较弱 要怀孕 要IVF 也就是说试管婴儿 它的成功效率也比较差 所以我们通常是建议休息 最少几个星期到几个月 接下来才做试管婴儿 或者才尽量试试看 你没有办法怀孕 怀孕三个月 月龄起初战战兢兢 担心肚子里的宝宝受感染 后来吸取的资讯多了 才比较放心 一些专家他们也是有说 目前是没有那个证据显示说 那个怀孕的妇女 他们感染 尽管病毒的话会传给胎儿 所以就没这么担心 反而是那些一般的流感 可能那个危险性更大 大概一百宗的怀孕的妇女之中 每个人感染了过后都没什么问题 婴儿方面出世过后 也不会感染新冠病毒 所以大致上母亲感染了病毒 不会影响 胎儿也不会影响到刚出世的孩子 月龄现在通过运动放松心情 锦程也尽量拨出时间 陪伴妻子分担家务 尽量拨出时间一起吃晚餐 吃晚餐之后我通常会主动洗碗收拾一下 在做家务方面 因为有时他在工作刚好是我的休假 所以我就自己完成大部分的家务 我在这段期间我的心情 脾气好像有时也是没有很好 这样子有时候就会对他发脾气 这样子或者是吩咐他做东西 做假物这些 然后他都会很有耐心 就要感谢他 有人期待孩子的降临 有的则忧心于无法看到孩子 来自柔佛新山的杨欣义 在新加坡工作 由于马来西亚实施行动管制措施 他已经有两个月 没把八个月大的宝宝抱在怀里了 MCO来得真的是太突然了 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准备的时间 刚开始的几乎两个星期都是 每天晚上都是一类星人 因为也不可能就抛下工作回去 因为就是还要 刚刚出世的爸爸还要养 然后家里也有家人 不可能因为这样子 然后放弃工作 欣义的丈夫也是柔佛新山人 生下女儿后 他们就把女儿留在新山 给保姆照顾 由于心意是哺乳妈妈 所以每个周末都会带母乳 回去给女儿喝 马来西亚的行动管制令 打乱了她的计划 不过上个月底 她看到一群妈妈送母乳 回新山的消息后 通过线索成功运送母乳回去 尝试过问很多那些卡扑 也其实找过蛮多那些 可是他们都说这些是冰冻的东西 所以他们没有自己的一个冷房 确保那个东西不会 就是母乳不会溶掉之类的 我想每个做了妈妈的人 都会想要把最好的留给孩子 然后医生其实也建议最少最少都要 喂母乳到宝宝最少六个月以上 医护人员说 母乳冷冻后可以储存三到六个月 在冰箱冷藏的母乳 可以储存72个小时 而冷冻的母乳可以储存三到六个月 其实母乳需要保持冷冻状态 必须将需要运输的母乳先冷冻起来 和冰块一起放入保温袋 如果路途非常遥远 妈妈们也可以选择使用干冰 或者是特制的保温袋 延长保温作用 那如果这些都没有办法做到的话 可以在路上的便利店买冰块更换 欣义说和宝宝分隔两地 已经让她错过很多孩子的第一次 而这次疫情也让她有了新的礼物 刚开始执照的时候 我就已经没有在她身边了 所以这个是我蛮遗憾的 就是需要通过视频来看 我的保姆怎么喂她吃粥之类的 她的第一次会爬会坐 我都已经错过了 所以真的是希望这个疫情快点过去 我不想再错过更多了 看这位全能妈妈怎么一边居家办公 一边照顾调皮捣蛋的儿子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